這裡有減壓瑜伽班 燒脂印度舞 健體排排舞 素身抱皮舞等等 自己預約場練習都可以 而且還有多款跳舞衣出售 現在星期日還有免費試玩班 想知詳情? 快點上www.abdchk.com 或者打27826818查詢 我先去報名吧 食點心,我要有創意 點點心,點心專門店 曾榮獲Time Owl Magazine最佳點心大獎 紐約新聞周刊 2012年全球101間最佳食戶 忍手點心推介 脆皮鮮蝦腸 真是菠蘿包 燒汁釀茄子 芥末鹹水閣 泰子燒賣王 出名不一定貴家 點點心,為人民服務 還不快點去灣仔天樂里 旺角通賽街 佐敦文英街的點點心 記得吃一碗蛋白 杏仁茶才好酒 聽我唱歌就聽得多了 聽我說New Age有聽過沒? 究竟潛意識是幫你還是害你呢? 怎樣才可以心想事成 集體信念又有多可怕呢? 逢星期六晚上九點半至十點半 有我G大調 有我Ray Wong 和你重心出發 講解New Age奇妙之處 信念決定命運 重心出發愛多些 愛上L-O-V-E-D 愛W-K 特區的法律界 當然包括法官 是對中央和特區的關係 是缺乏認識的 朱密志祺有什麼幫助呢? 我說我自己是香港人 不是中國人而已 關你什麼事啊? 我是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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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 分析改變命運 穿梭環球時事空間 劉翁 阿東 鹽達明 徐衣門 好 哈囉各位 星期四晚徐衣門 加長時間版 亦都是這個時奪 大家比較累 剛才還沒開麥克風前 達明說他非常累 通常來說 我們做牙科醫生 每一天對著世界只有幾毫米 天天經過幾毫米的東西 幾個小時後 通常到晚上的精神就會散緩一點 再加上這一段天氣開始轉涼 星期六就會跌穿20度 只有17度左右 跌穿 好像恆生指數一樣 亦都到了全民街的景環 對呀 會很厲害 萬必這段要小心身體 因為他這段說話多 器官可能受損 亦都尤飛在網上徵求乾咳的問題 我叫他吸收一些酵喘的 舒緩器官的劑 希望他的器官休息教育 好起來就不再乾咳 亦都可以繼續跟我們的市民發聲 雖然我們累 但我們都會 搞足貨的 當然 不會因為累 而紮流灘 我們當然不會 這個星期 現在就是遊行示威 天氣涼快一點 有好處一點 早幾天前 我們就參加了同志的遊行 那天都未能量 接下來這個星期日 早上10時 就是全民退休保障的聯席 10時 就會在修盾的球場 開遊行 走去正總 對呀 主要就是 就著全民退休保障的議題 舉行遊行 所以我們人民力量都會帶隊出席 所以借這個小時間 希望各位到時可以支持 我們會照發網上的訊息 都會照發 大家都可以幫我們繼續封存 我知道現在很多朋友都在聽旁邊台 所以我稍後會再說一說 希望最重要是多些人支持 如果大家上Facebook都會看到 有一段 Mo哥拍的視頻 都是講全民退休保障 就是Facebook 所以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一般來說 通常第一節我會講一下外國的事情 美國大選就講到 完結了 講到未了 那個難 其實接下來這個星期 都會想講一講 若果大一點 就是自從選完之後 大家可能有看新聞 就是 有十幾十個州 有超過十萬人 就是聯署簽名 去這個白宮 就想要脫離 你你堅合中國 某些州要自己獨立 這是一個挺有趣的現象 如果沒有記住 應該是二萬五千個簽名 就可以足夠 不知怎樣可以 給總統考慮 還是怎樣的 我們就是 看看時態發展到什麼地步 這壇玩到什麼 才是一次過重大 這些就是分裂國家 和顛覆國家 及分裂政權 判亂罪 絕對 如果在美國23條來說 這些是要判死的 但是美國就有一個正式的渠道 給你去要求 好像是有的嗎 但好像我看一段時間 其實這個判斷就不是正式 英國的報紙就說 這個是聯署要求總統注意 實際上 在美國憲法 並無一條可以推出 未經合作惡的安排 所以有些人說 其實不可以 即使你怎樣搞 因為沒有這條法例 其實是搞不到的 有些人會這樣說 有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夏威夷的獨立運動 長期也有 當然是很有例 也有小部份 例如阿拉斯加 加州和北特朗斯都有 這些小的東西 那這些是基於文化問題 還是財政問題 其實有很多是文化問題 有很多人覺得 文化上不太認同美國 而且覺得他們自己有自己的identity 夏威夷是理解到的 阿拉斯加也理解到的 但是在美國本部的州 當然也有 但是這些在美國就很常見 其實就有了你說 其實不理你 你喜歡說說 如果你真的夠多人 去到一個地步去被考慮的話 當然是告時才算 實際上當然不是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因為連加拿大 輝北克省的獨立運動 也有曾經投票公投 差不多49%支持 那即使如此 在加拿大現在的聯邦法例 或是在最高法院 仍然是判 他們是無權這樣做的 所以坦白說 距離真的突然間有一個 叫德克薩斯國 是很遠 是遠得 Republic of Texas Republic of California 或是那些名字 Independent State of Florida 這些仍然是很遠 但是這個現象的確是挺值得討論的 而且這件事不僅僅是今次的 其實由2000年開始 戈爾對布殊 跟著布殊 紧紧贏了之後 已經開始有這種 因為 這就是主要 而是有所謂的獨立意識 而是 其實是美國現在的分裂 即是一半一半的民情 是去到都挺大的 算不算是 輸了還是硬的呢 或者是 但是有這麼說 2004年的時候 布殊對Carrie 將Carrie贏了 也有很多人說 我要移民去加拿大 等等 一樣有支持民主黨 或者反對共和黨的人 是說這一類的東西 所以 的確 以前很少是這樣 以前兩黨誰贏也好 輸了就算了 等四年 等八年而已 但是 尤其由布殊對 2000年開始 這十幾年 就是 共和和民主黨的分裂 就像台灣一樣 就像 南營和陸營 那種分裂法 是你以前不見得那麼厲害的 老公老婆又要打架 的士佬 農的和藍的 藍營的和陸營的 的確是美國 很少看到這樣的狀況 這件事我看到兩件事 第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是互聯網的普及 就導致這個個人主義 超級地去蔓延 就是 進入血 進入思想 我經常覺得這件事叫做 individualism 就是互聯網的時代 每一個人 都是要值得被尊重的 就是說每一個人也都要有他的 渠道 去發聲 等等等等 這件事也都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嚴重性 其實已經是 有多值得人類 全人類去關注的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 我經常覺得 互聯網就是一個 潘朵拉的盒子 最新的二十多二十年來 改變了人類的習慣 生活文明的一個很重要的一件發明 可以這麼說 在這件事開了這個潘朵拉的盒子 開了這個發明之後 其實人類 從來都未正視過 到底互聯網 對人的生活社群 或者對人類文化的衝擊 到底會帶來什麼 很大的後果 因為實際上 互聯網的交流 尤其是社群網絡的出現 其實是這幾年的事情 人這種物種 究竟是如何應對 應付這種新的科技 以及這種這麼重的資訊交流 我跟人類人立刻有opinion 兩個不斷撞 你從來未看到 以前你不約過的人 你不會出來說這些東西 以前你街口七叔他討論政治 他變成五毛 以前的五毛就是 而且你都要在街口見到七叔 你要認識七叔才可以 你現在是不用的 你現在不認識他 網上的網名叫七叔 或者叫八嬸 或者叫三姑 或者叫六婆 依然都可以用到 有一個渠道 給他表達他的意見 而那些意見 以前就覺得 網上的東西就算了 但現在就覺得有影響 其實會議會不會有影響 所以這個是很值得 老實說 外國也有很多 有的有族群 已經開始慢慢留意 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其實也值得 我們之後有機會說一下 現在的聯署 要脫離 美利堅合中國 因為這樣的現象 也值得 遲些有機會 和大家討論 但今天 其實我自己想 借一借 不是借的 其實我們隨意 隨意地說 很隨意 隨意地說 看來 星期五 明天 蔡英會會繼續拉布 長生津 長毛提出超過一千個修訂 我們和長毛都會 策異拉布 但在現在的民情 以及工聯會 都擺明轉態的狀況之下 似乎通過的機會都挺大 我也想借這個機會 可能有些聽眾有聽過我講 但也相信有很多聽眾 都沒有聽過我講 關於我自己 我先不說人民力量 對於全民退休保障的立場 以及一些坊間的說法的駁斥 我又扮建制派 你又駁斥我了 因為事源 其實我身邊也有大量的建制的老人家 在我身邊 他們就提到 就說 喂 拉布派 喂 你拉什麼布 這件事 給老人家的東西 你是左頭左勢 是吧 你有就有他審查 是應該要審查的 是吧 不然人人都拿 就浪費資源 是吧 為什麼你們又在搞搞震 讓CY做一點點東西都不行 做一點點好東西給老人家 你這班這樣的 招招 黃色的人 又在搞搞震 那你是做什麼 這是很常見的說法 兩點 第一就是 你要知道老人家真的想要什麼 你認識的那些老人家當然是不需要花錢 其實大部份 我們有接觸的老人家 其實真的不想資產審查 就算他有能力也好 他沒有能力也好 其實大部份 當然是很有能力 李嘉誠 他根本不在乎這個問題 對他來說 但是有些真的有少少錢 但又不是多到什麼 有些棺材本 住公屋 或者自己住樓 其實使不需要審查 對他來說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不可以這樣 我知道你放了很多說法 你不就先讓他過了 但問題你一過了 其實代表有一批老人家 究竟我應該是十五十六 究竟我應不應該申請 十八萬 如果是二十萬 我應該怎麼申請呢 第二就是就算一些沒有 不過資產的人 我們選舉的時候 接觸了很多 就是他們都是很怕審查的過程 因為覺得你要查我家澤 雖然他是一個簡單的申報 但仍然是覺得你要查我家澤 這對於老人家的尊嚴 有一種很大的挑戰 所以其實實際上有很多人 即使他沒有能力 他不過資產上限 他也是很不想審查的 這是第一 但是重點就是 這個是狀況 但是很多的說法就是 其實你為何要付這麼多錢 如果你有能力 為何要取得 這就是回到最關鍵的問題 當然現在我們在說的東西就是 在香港有很多 在全世界所有的福利 很多東西都是你只有需要才管的 當然這個是 我們現在不是反對這件事 問題就是 亦都有一些東西 亦都真的不是看起 你有沒有資產和能力 我都會傳聞到 譬如 你走過一條路 譬如你的法律服務 政府剛才說的法律服務 譬如打官司 譬如保安 譬如警察 消防等等 我又想問一下 如果要省錢 整個省錢的概念 是通的 譬如山頂 田北俊 那間華人與狗 不得進入 某種類似的房子 有消防員 是否應該放錢兩額 放得十萬元 是否要付錢才有救火 這是同一個道理 因為我們就說 我不應該省資源 他能付得起 是否應該要付錢 他應該收回他的錢 或者李嘉誠的路 出那條馬路 你這個豪宅區 有什麼理由用我們窮人 或者用其他仲貸的工廠 要去弄那麼美 不如弄壞他們 你自己給錢 這是第一 首先你要先駁到這一點 這世界上有些東西 是真的傳聞地去分享 我不管你有富有或是窮的 不過你會說 有些東西 例如蓋路 保安 消防 即是很難即時收錢 或者去分貧富 所以我們只是純粹 基於行政的簡便 所以我們說 不要了 有錢沒錢 我也知道 好了 這個我可以理解 我們退一步 還有很多東西 其實是有錢沒錢 都我們政府正在付錢 譬如教育 當然香港有很多私校 有些收了幾十萬一年的私校 你喜歡有錢人 現在都比實去讀 但是如果一個有錢人 要去讀官立學校 是可以的 可以的 絕對可以的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公立醫院 這件事就真的厲害了 因為香港的公立醫院 真的有很多有錢人 都看過 因為有很多出名的教授 那些都是在公立醫院做的 譬如有普通病 那我就可以入養和 入成保禄 但是真的需要那些很厲害的 病的大國手 你都是去馬例的 那些人一樣都是 享用公家資源 我想問 你們是不是要 如果你們這些邏輯 是全面成立的 因為現在那些人經常說 這個要專家審理當然是合理 因為那些公帑不可以亂浪 如果你要全面合理 理論上 我不要說路 警察那些 因為那些太難去分 你有錢沒有錢 何時付錢 我用醫療教育 這個可以付錢 是不是 我便不讓你讀 李嘉誠如果要讀 黃毅官校的孫兒要讀官校 你便放下兩百萬 你去馬例醫院看醫生 我看到你是四叔的 你先放下三百萬 是不是這樣 如果你們認為是這樣 那你要省公帑 要幫助有需要的人 那這些是全部要接受的 這樣的邏輯就是 他們用這個邏輯 覺得所有要審查 那教育也要審查 是不是要看你的身家 是不是十八萬六千元 就可以不用讀官校 就不用錢 十八萬六千元以上 每個人都要付七千元 可能真的要這樣做 兩千萬 新加上就要付三十萬 他可能真的想這樣做 不過說真的 如果有做開地區工作就知道 就算民建聯或工聯會都好 做開地區工作都知道 所有他們接觸的老人家 對於資產審查一定是持反對帶動 是九成以上的 其實他們現在這麼肆無忌憚 去到轉態 其實第一 政治付出的成本低 因為你剛剛選舉過後 你這一筆帳 你今天欠了市民 你幾年後 他都未必記得 所以他其實在這個選舉後 去到做這個政治動作的時候 他所付出的成本 相對比起選舉前是低 有網友說 現在直資學校是這樣 其實不是的 直資學校仍然是有政府的資助 現在你這個說法就是 如果我是李嘉誠 你是先政府資助 都不應該拿 因為你這樣叫做浪費公帑 是不是 如果我們所有事情要去浪費公帑 那我們要推到哪裏呢 好了 我現在就不問 我現在回來了 我肯定很多人都答不到醫療和教育問題 其實 路、消防等我可以理解有很多其他理由 再看看 我們現在這個主張就是 我們2200元是不需要資產審查 那是不是很浪費公帑呢 有些人是不需要 我很明白的 整個想法就是有些人覺得 服務呢 就應該全都要給的 現在是現兜兜 你有錢我沒有理由給現兜兜錢 其實我很明白這個想法 但是關鍵就是 其實那筆錢是有多少 我們都不是主張 每人給10萬 李嘉誠也給10萬 等於我們同意是有中緩制度 所謂中緩制度 是真的窮的才需要幫忙 但是現在這個長生尊的討論 就是說 我們現在正在說 70歲以上 不要說65至69 因為一向65至69 都是有資產審查的 70歲以上 我們2200元 是不需要資產審查 而政府就說 要 我們是在討論 2200元這個數目 究竟 是值不值得 好像 應該是當做 譬如教育 醫療 警察 路 是不需要分離 有錢 還是窮 還是需要資產審查 因為 會省回公帑 問題就是 這是最高數目的多掛 關鍵 因為我很想說 如果你認為 2200元 即是多於1100元 是需要資產審查 其實 回頭 1190元 現在的生果金 你應該都要資產審查 如果他的邏輯 整個邏輯 要是這樣 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只要你講得通 將來 是會有人 很大膽地出來 生果金 1090元 都要資產審查 最終 就是 生果金什麼都沒有 所以說 就是你剛才的項目 你提出剛才的項目 是對的 就是說 為何你有錢人 沒有理由 和我們的急症室 和平民百姓 逼急症服務 你沒有理由 你搭橋 你有錢 你是不是應該去養我 那裡搭 為什麼你要跟我排隊 即是你喊一個名額 現在的名額 其實跟公屋的名額是一樣的 即是你有錢 公屋 你是要有一個入息 入了公屋 當然是有的 但是 其實 你去公立 或者去搭橋 其實你沒有入息審查 任何人都去搭橋 讀黃人都沒有 任何人都去搭橋 讀黃人也是 讀北角觀 也沒有問題 但問題 我覺得搞笑 將來真的會有人這樣做 因為現在的扶貧委員會 先弄一個貧窮線 我懷疑 接著會先弄富貴線 弄一條富貴線 你的資產 超過八萬以上 就什麼都不可以拿 什麼都不可以拿 但你要搭 另一種說法 就是什麼呢 有些新自由主義的人 他的想法就是什麼呢 其實他真心地覺得 政府所有的錢和資源 都是由我們這班最有錢的人 建構出來的 所以他覺得 就算是道路收費 教育、道路 他是理所當然享用 而你派錢給那些窮人 就是派他所貢獻的錢 我明白 這就是有一批人 那些人 他們1,090元 他們都會反對 其實這個我可以的 不是我認同他 而是起碼你的立場是一致 這也不是一個主流的意見 問題就是 為什麼你又贊成1,090元 生學金 因為我見過很多人 例如你網上的交談 1,090元 沒問題 給他 到2,200元 就不給 為什麼呢 我想問為什麼 現在不是在給他2,200元 現在是在給他多1,000元 還有一個關鍵就是 你說不夠錢 不行 不夠錢是個點 第一對我們 究竟是否真的不夠錢 我們的立場計算出來 那是說是夠的 政府說不夠 OK 我們先不討論這一點 現在問題就是 如果1,090元 你們是贊成的 我估計 你就覺得1,090元就是夠錢 對嗎 2,200元就不夠了 突然間去到2,200元 香港很慘 欺憐了 要債務重組 要破產 要舉債 要舉獲債 所有的債務平級機構 就會打機制 那就是1,090元 你是福利主義 第一個問題就是 1,090元就沒有問題 2,200元就欺憐了 那就是理論上 從數學上 應該中間有個位置 1,750元 就剛剛好夠的 所以應該要提出 是不是 阿薇要提出這個數 是不是 你盡在立法會提出 你應該要提出 不如給大家選一下 2,200元說不行了 很慘 假設說 糟糕 我們下一代 外面的Operator Zero 他老了 他老了就慘了 因為香港人口老化 糟糕 因為給老人家 就搶錢了 行行行行 沒問題 那不如計算出來 中間 1,090元就沒問題 很舒服 那1,700元 1,850元 五個半 不行 一定會的 不如給大家選一下 2,200元就要審查 1,800元就不用審查 不如給大家選 如果這個Promotion 拋出去 全場之外 不如不要說這麼多 1,800元不用審查 我告訴你 一定會是這樣 我想問 就是為什麼 沒有人提出 沒有人提出 你必須提出 關鍵就是 整個Argument 即是他們現在 突然恐嚇你 恐嚇你 只不過是恐嚇到 2,200元就已經恐嚇了 起碼你中間有個數 那1,090元是不是人口老化 1090元是不是人口老化 很典型的異分法邏輯 異分法邏輯就是這樣 沒有中間路線 問題就是 沒錯 異分法邏輯 是沒有中間路線 但是其實 很多人是買這套 最慘的問題就是 現在我們不是說 是否有普選 還是沒有普選 要是有還是沒有的問題 這是一個數目 你1,090元夠 2,200元不夠 那不如弄個1,700元 為什麼不行 我想問 根據梁振英的語言藝術 他就把這件事 打成扶貧政策 就不是一個 多少錢的問題 現在這筆錢 就算一元也好 其實是用來扶貧的 但問題就是2,200元 現在是否有1,800元不需要審查 就扶貧 就扶不來 2,200元 就突然間扶到呢 是否這樣呢 實際上有人告訴你 是否真的這樣 第一 第二就是為何扶貧 只是扶65歲以上的老人家 我不是說他們沒有問題 現在的問題就是回頭 為何我們要有65歲 就算你扶貧 你說我扶貧 就算你扶貧 為何65歲才要扶貧 做這樣的長生俊 重點就是 因為老人家 是會工作能力 或者求生能力 向此下跌 所以我們就要給他一些津貼 但這也是正正是全民退休保障 為何我們要有全民退休保障 就是因為到你老的時候 我就知道你工作能力 或者求生能力不夠 政府就要去照顧他 而我們的想法就是 我們不是要給10萬元 如果10萬元一個月 每個老人家 那當然會開心 那不夠 當然明天就破產 但我們現在要求的2,200元 要求是3,000元 跳帳大家放出來 算成就行了 算不成就減 1090元起碼是足夠的 3,000元你說不夠 2,200元 不如1,800元 到時不夠的 我們就再談一談 整個關鍵就是 當如果你相信 這是老人家 本身的工作能力不夠 求生能力不夠 而我們需要給他的話 我們就不應該去檢查他 應該更加是找一條數 大家覺得可以接受到 又可以接受到 然後給出來 然後說這個就是老人家 這個才是一個正道 就不是現在走一條審查 為什麼我們這麼反對 就是你審查了這次 下次跟你說1090都會審查 到最後就是一個先 都沒有三合金 所以我們稍後回來再談談這個問題 好,第二次回來見 我們送首歌給大家 陳奕迅,完 一刻心也挑著 命能圓著 尚能現著 誰則一秒過後 劃結帳 光陰水到計著 但離南下 朝陽漫長 陳還未了 沒有路殺手歸向 從來從來病藏一張 就算已躺上 點滴再響 但已至高漲 須而走向 那滅亡最終一張 全力多打漂亮一張 仍期望那重傷 或會有轉向 這是妄想 枕也說不上 無力軟弱 總不免變得挖強 無奈身於死角 只得一個下場 中逼出勇氣揚 被誰懲罰 被誰原諒 原罪擔保 不過信譽壞了帳 總懂得去退讓 但願捱上 再沒後場 為求未變 敵對 護送多一張 從來從來病藏一張 就算已躺上 點滴再響 但已至高漲 須而走向 那滅亡最終一張 全力多打漂亮一張 如性受那重傷 未見有轉向 這樣對比 可會太牽強 同樣脆弱 不得已要坦白說 病至高方再被不上 自認自認 未絕望 未去努力著 但事日錯過了 再怎可勉強 沒權利失落失望 今天我倆去相當 欠救揚 原來尚有創傷 沒法去膚上 關係哪可 斷了再拉上 可會驚查 世事如止得一相 沒法扭轉結局方向 原來尚有理想 沒法再攀上 想贈那張 都不及去班上 難度歲月 多小貨也可白上 唯獨告別路途 要董枕去走上 首一僵眼閉著 未能現著 別求現象 何會花圈觀蓋了後 就牽上 但願步過尖仰 你也明白 看穿真相 尚有攝像 全力亦打不上 嘩!Jackie Lin真的很厲害啊 我不試過 也不知道原來真的可以 Jackie Lin當然是怎樣 相信我啊 Jackie Lin超厲害啊 你說誰啊 你連Jackie Lin都不認識 當然也有暗瘡啦 有Jackie Lin 沒有暗瘡 是否電話公司啊 請問Jackie Lin的電話幾號啊 任何類型的暗瘡都可以自已的 身體質素改善 暗瘡自然就終極啦 我是找Jackie Lin幫手 她們兩個熱波 解決了暗瘡 現在沒有暗瘡 快心翻殺 有Jackie Lin沒有暗瘡 疑空 午夜龍二陸像 幕後員班人馬 明天天打造 本年度最強驚嚇顯皇 赵琳 11月22日 看到死感 Duby Albert 這個星期有沒有戲看啊 紀圖 這個星期大把戲啊 星期六晚 11點 大把戲 吃點心我要有創意 點點心 點心專門店 陳榮獲 Time Out Magazine 最佳點心大獎 紐約新聞周刊 2012年全球101間最佳